今天呢我们也很开心就是这部片呢已经上映了 它就叫做翻滚吧阿信 而这个呢就是这个导演的哥哥林玉姓的故事对不对 那当初其实在拍这个的时候我们刚提到说 你让这个综艺一节为了你形象破灭 请问原因是 因为我我闯了一个大祸 闯了什么大祸 就我 大家可能对我的认识是来自于翻滚吧男孩 那那是一个乡下的男孩想要追梦 它后来好像成功了 然后就 也不是好像其实是真的成功了 但我承认它来得太快了 在我没有准备好下 所以后来我就很勇敢的去拍了我的第一部电影叫六号出口 那那一年我只有33岁 结果我整个是扑开之后就惨赔了1500万 对 对那在还没惨赔钱就有一个人更惨 就是他跟我非亲非故 而且他这辈子没有亲自见过我 我也只有在电视看过他 那他叫小燕姐 因为六号出口在 剩下最后一个礼拜杀青前 我们的钱没有进来 然后如果电影没有拍完就完蛋 那后来就透过别人的介绍就去见他 那我也没有万万没想到他愿意见我 后来他告诉我说 他没见过我之前他已经为我跟别人吵架了 对这就我一听到真的是为了你吵架 其实我们都知道小燕姐的形象 他其实都很好 他很少跟人吵架的 所以我也蛮惊讶的 那也许就是那种 那种单纯的感动吧 那所以他见了我 那见了我之后 他做了更令我感动的事情 就是他没有任何的废话 他也没有任何要你签下任何借款条约都没有 他只告诉我们说 你需要多少钱 赶快拿这钱去把电影拍完吧 然后他只提醒我一件事情 就是如果有一天你成功了 你千万要记住 哪一天有一个跟你一样的年轻人 他抱着电影梦 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一定要帮他 而且那个时候其实 在回顾到那个时候 他为了你吵架这件事情 其实是因为当初你拍翻滚吧男孩 那个时候的题材 其实我们都知道很有梦想很有力 但是他们却认为这是提法 因为在当时2005年出现一个这样的纪录片 大家可能都没看过 因为过去认为纪录片总是比较议题 比较沉重 然后都要探讨教育理念干嘛 那我们突然间杀出一个 他很像剧情片 可是他都是真实的人物 然后讲一群宜兰乡下的体操小朋友 跟一个教练要追梦的事情 那我觉得有时候人们 不敢相信太过真实的事情 我这么认为 那因为害怕 那可是我们总觉得 比如说你很害怕孩子去犯了什么错 所以你就阻止他 不要做个 不要做那个 不要做这个 可是我不觉得这样有用 我倒觉得作为父母或老师 你应该让他们勇敢去犯错 那你只要扮演一个呵护者 就是在他快要消失在这个地球上的时候 你拉他一把 我觉得这样子对你的孩子都是好 所以就是因为小燕姐就是为了要投你这一票 就是让这个评审跟他差点拉头发 对但是 真实内容我是不知道 但听说是小爷老师摆评了所有事情 真的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就是让你可以有机会可以获得到这一部大奖 这个奖项是 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很重要 因为在当时 《川国门南海》其实刚出来的时候是不被好评的 因为这样的剧种在纪录片里面非常奇怪 在当时 所以不太被重视 那结果 他却在那个国际的儿童电影节里面 却冒出来了 然后得到最佳纪录片奖 我就觉得 如果没有当时的鼓励 因为那是我的第一部片 你需要非常大的自信 那我觉得谢谢他们当时给我很大的自信 我才跟他们走向